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伤敖战的恩比德应该得到胜赞 第二节恩比德只打了7分钟 三中一 罚球5中5拿下7分8篮板三助攻 半场恩比德就拿下了两双的数据 他还在一次防守中防到卡佩拉走步 卡佩拉被激怒 推散了恩比德 被吹罚了技术犯规 恩比德半场24分10篮板 帮助费城将分差扩大到22分 恩比德半场拿下20加10篮板 成为本赛季第一个完成这项数据的球员 这也是他继后赛生涯第三次半场拿下20加10 他是费城队时唯一做到这项记录的球员 第三节恩比德连续在篮下封盖了特雷扬与卡佩拉 而且还命中三分球 赛斯库里连续命中三分为大帝分忧 大帝还助攻小库里轻松上篮命中 单节四中二三分二中一 拿下7分一篮板一助攻一抢断三盖帽 三节比赛恩比德已经拿下31分 11篮板三助攻一抢断四盖帽 太全面了 三节31加11恩比德 拿下生涯第八场30加10的季后赛追平队 18克利并列第三 只有张伯伦14次 谢伊斯13次更多 墨节恩比德在场下休息分差 一度被缩小到11分 但恩比德一登场就改变了局势 篮下抢打后 助攻小库里中距离命中还抢断了卡佩拉 随后又假动作细耍卡佩拉 制造犯规全场 山呼海啸一般的MVP那喊声 陆威上篮命中恩比德 想要报扣又被犯规 麦克米兰又用了坎西战术 陆威连续得分帮助老鹰反超 费城一度领先26分了 被反超了 恩比德全场比赛20中12 3分4中2 罚球13中11 拿下37分 13篮板5助攻2抢断4盖帽 他已经付出了一切 这样的创纪录夜晚 被李福斯给破坏了 文言小白 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 谢谢支持